今天与各位共同欣赏的是梵高的盛开的杏花 盛开的杏花是梵高在1888年至1890年间 在法国南部阿尔勒和圣维米地区绘制的一组树幅画作 对于梵高来说,开花的树具有特殊的意义 它们代表着觉醒和希望 他喜欢这些开花的树,并且在绘制它们的过程中找到乐趣 这些作品深受印象派、点彩画法以及日本木克的影响 盛开的杏树是作为他新生的侄子的贺礼 1888年,梵高在法国南部迎来了他绘画生涯中产量最高的时期 1888年3月,当梵高到达阿尔勒时 果园里果树的花朵即将盛开 杏树、桃树和里树的花朵激励着他 在一个月之内,梵高绘制了14幅开花的果树 对于这种题材,梵高作画的速度接近每天一张画 在4月21日,梵高写给弟弟提要的信中 他说,不得不找一些新的东西 因为果然里的花朵几乎快卸完了 梵高的作品反映了他对日本木克的兴趣 梵高收集了数百幅日本服饰会 在他1887年的两幅作品中 梵高使用了一些服饰会的画法 以表示对广众的敬意 梵高的日本风格画作 代表他对平静的渴望 正如他在写给妹妹的信中所说 可以肯定地说 如此多的平静 比药店里卖的所有东西 对我的病来说都更有疗效 法国南部地区和开花的树 似乎把梵高从低迷状态下唤醒 变得方向明确而富有活力 他写道 我忙于会去那些开花的树 我想把普罗旺斯国人 令人惊叹的喜悦画下来 在过去 一段活跃的创作时期 会让他变得筋疲力尽 但是这次却充满活力 就会让他变得筋疲力尽